我家孩子特别喜欢吃爆米花 我买了一些套装的玉米粒 刚开始炸的不是很好 有些都炸糊了 炸了两到三次 终于找到窍门了 在家里炸爆米花 最重要的一点是把握好火候 全程中小火 先把糖油玉米粒搅拌到一起 换拌一分多钟 糖慢慢的会融化掉 让玉米粒都裹上糖液 当看到一两粒玉米爆裂时 迅速盖上锅盖 隔上30秒晃动一下锅子 没有爆开的玉米呢 会接触到锅底 受热后再次爆开 锅里停止了爆裂声 要及时打开锅盖倒出来 就是关火了 锅的温度还是很高的 会把底部的爆米花煎糊 放凉后装到密红袋里 一个个圆肚肚的 香甜酥脆 奶香奶香的 制作过程中还遇到什么问题 可以在视频下方留言 我们下期见